好 謝謝 中正大學活中火雞肉飯 將於明年一月底結束營業 許多師生不清楚 真正結束營業的原因 而網路上有些傳聞 認為是因為學校的租金 招標等等問題 導致姬媽媽決定歇業 我不知道耶 其實我滿驚訝的 不知道 我就只有看到它上面貼紙 說什麼有一些因素 我不知道好像 聽說是學校方面的租金吧 我也不確定 其實這個跟學校沒有什麼 很大的關係 如果是怎麼可能會待二十幾年 最主要是要退休 因為阿姨這個腳不行 民國83年就在中正大學 設立的中正火雞肉飯 是在校師生的共同技藝 許多人聽聞他即將歇業 紛紛表示相當可惜 我看到都超難過的 很可惜 然後覺得為什麼他不找一個人傳承 因為覺得這算是一個學校的傳統 就是感覺來中正大學 就可能要吃一下 活中的火雞肉飯這樣 覺得很可惜 因為畢竟我現在也大事啊 也是吃了三年多了 就覺得 之後回來說不定也吃不到 還滿感傷的 因為之後就可能 來這裡就不知道要吃什麼了 我覺得不錯啊 如果新的更好吃的進來 我覺得是對學生也是不錯 希望下一間更好 他退休了那 也就是恭喜他嘛 他已經做了那麼久了 辛苦了半輩子了 雞媽媽對於不能再為學生服務 與提供暖胃的餐點 感到相當不捨 而為了感謝一路以來 學生與老師的支持愛戴 雞媽媽特別在最後的這段時光 發送水果來回饋給大家 所以媽媽也沒辦法 就是老就是要退休了 對啊 不然到時候老 我兒子把人家伴都回去了 最近都是一些救生的回來 所以我覺得 這邊的同志 就很羞恬阿姨 有時候就像我們的孩子這樣 有時候我們也會想說 我們的小孩子出外 是希望人家照顧我們的 我們現在照顧別人 人家也會照顧我們的 那是相對的 最後剩這個兩個月 就是買一些水果來回饋同學一下 今天請香蕉 明天好像是說吉子 儘管陪伴師生多年的老店 即將歇業 往後中正校園 將少了一群關愛同學的雞媽媽們 但是計劃退休 還以弄孫 又何嘗不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 中正已報 陳強宇 張怡婷 中正大學報導